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今天在香港市场也有三只新股挂牌 分别是红叶期货 金丝瑞生物科技以及新特能源 但今天只有一只金丝瑞生物科技 维持住了不破发整个上午的股价 比它的发行价上涨5.3% 而我们大行其当的今天要讨论一下经济跟市场 我们看到今年的整个香港股市表现特别差 恒生指数累计下跌6.8% 而其实在今年A股市场也经历了一个大幅震荡 另外从经济上来说整个外围经济不景细 同时美国加息也令全球的经济以及货币政策 造成了一个不平衡 另外在汇率上今年也有非常多的大事发生 包括人民币加入SDR 但同时也启动了贬值之路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讨论一下 今年整个这个市场以及经济的情况 我们今天请到经济学家是 彭博亚洲经济学家陈世渊 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陈先生我们看到刚刚我说了 这个今年的这个市场以及经济 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重大事件 今年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 那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您有没有看过像今年这样这么一个忙碌的情况 就非常少见 可以说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整个中国金融市场最大的波动的一点 如果用两个字来表 来形容今天的金融市场的话 就是震荡 那您就是 当然我们先是从这个投资者 比较关注这个资本市场来看 当然您这个是 重点是研究这个中国经济 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A股市场 A股市场的今年全年来看 还是在上涨 涨幅大概有10% 当然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 我估计这个变化也不会太大 如果是看这个10%来看的话 但是呢就是说 今年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那是您怎么解读啊 这个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特点 特别是我们中国市场 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 您是怎么总结了今年的情况 就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整个中国股市的话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中的时候 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波浮的上升 然后这个波浮上升呢 其实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就认为就整个股市的上升 是缺乏一定的经济基本面的支撑的 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第一个 就是整个GDP的增长在下降 然后第二个企业的盈利也在下降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发现就是说有些人喜欢用 货币政策来解释股票的上涨 我们又发现呢 整个就是说整个货币政策M2的增长 并不能够支撑股市的上涨 所以我们或者说很多市场人士都认为 整个股市呢实际上呢 它是就是说整个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股价是跟基本面有一定的脱节的 然后这种脱节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说 一旦经济中有这种脱节 它没法永远的维续 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在某个时间 由于某种原因 就被导致了一种突然性的下跌 就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就也就是我们就发现了 在今年的六月到七月份的时候 股市就突然出现恐慌性的下跌 就是说这个大跌您之前已经预见到了 其实应该这么说 就是比较就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呢 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发现 现在整个估值 特别是你从P值来看的话 已经非常之高的 就是个别板块的P值甚至达到了100 也就是说你整个市场预期的太多的未来的收益的时候 就是当年另外面你看到整个改革的步伐 还相对比较滞后的时候 你所谓的整个国家牛市或者改革牛市的话 是缺乏一种比较好的支撑的 那么就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市场还是这个回稳的 那当然从明年来说的话 您觉得明年的市场 会不会还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因为如果照您以这个PE来判断的话 那明年的市场这个PE还是高的 那会不会明年也再出现一波这样的大跌呢 对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市场 目前市场呢我认为呢 虽然说它整个危机已经解除了 但是呢目前市场还是在处在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泡沫消化的过程 然后这泡沫消化过程呢 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个呢我们发现整个国家对能量 或者说能量持有比较大量的股票 第二个呢整个股市的IPO的进程 仍然没有比较好的恢复 所以整个股市并不是处在一个 比较健康的位置 然后这种状态呢应该会延续到明年 主要是取决于两点 第一个还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 在明年的话根据市场经济学家的预测 明年经济增长 可能会从今年的6.9%下降到6.5% 然后这是不利于股市的 第二个呢就是明年可能会进行 一些比较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然后结构性改革有利于 整个中国的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呢对短期内的话 对某些行业是有一定的冲击的 那对于今年的经济情况 您是怎么总结的呢 当然今年的这个整体上来说 前几个季度啊 这个收服还是基本上符合市场预期的 不过在一些具体的一些板块上 还有就是从这个点位上来看的话 是不是符合您在前一年的这个整体上 对于今年经济情况的判断呢 对今年整个经济的话 经济到目前为止是6.9% 那基本上是符合整个 就是我们政府制定的一个 年周制定的7%左右的经济增长的目标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 今年的话应该说还完成的还不错 虽然说金融市场的震荡 对经济出现了一定的短期的影响 但整体我们看整个市场 就是在经济其问的情况下呢 还是比较 对经济的信心还是比较好的 那您觉得明年这个经济情况啊 就是说影响经济可能会有哪些的事件 还有说明年的话 您就经济会不会像今年一样这样整体上平衡的去发展呢 对我们就会 我们首先需要看一下 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然后里面的话提到的很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整个宏观经济要保持稳定 要维持在比较合理的区间 第二个呢就是要 政府仍然想进行比较强有力的改革吧 整体上有五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去杠杆去存货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去 其他一些措施 降成本不短板 对然后这个今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您是从他看到了哪些线索呢 比如说如果给投资者做一些指引的话 明年投资者他们可以去选择 哪些的这个板块行业去投资 对我们就是根据过去几年来的跟踪的话 首先我们发现就整个股市的话 整个新经济这个板块呢 就整体来讲表现得比旧经济板块来的好 然后新经济基本上可以包括就是消费 然后或者说我们的高科高科技行业 比较高端的制造业 就这些板块的整体表现是比旧经济好一些 旧经济就包括房地产 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产能过剩的一些行业 我们预计这种趋势上在2016年呢 仍然会得到就是进一步的加强 然后如果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政府呢明年将使用更多的财政跟货币政策的刺激 然后这也会使就是跟这些跟政府比较关系比较紧密的基础设施投资 会得到行业会得到比较好的刺激作用 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明年是一个改革年 现在叫今年的这个改革的情况您是怎么总结 同时您也预期明年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改革改革措施会落实 对明年整个来说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国有企业改革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在2015年的话实际上是有些滞后的 我们希望就是政府呢就在2016年可以推出比较强优势的国有企业改革 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僵尸企业 就僵尸企业的话它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我们说银行的信赖资金 也占用了很多其他社会资源比如说劳动力 然后让这些僵尸企业比较好的推出市场 应该是明年的一个改革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房地产 房地产的话目前的话就是整个存量是非常高的 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的话 房地产开发商的带设的三米黄的面积基本上可以达到400万套 然后这基本上相当于我们每年房地产生产量的一半 从这改革当中啊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地产 旧经济这些板块应该回避以外 您之前应该也说过关于这个税务改革 就是一些减税的措施也会提振 也会制造出一些就新的这个投资增长点 另外就是包括这个国企并购这个主题 那您觉得具体上投资者应该去怎么去延续 去发掘这些主题当中的这些个股呢 对你说到非常好就是从减税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是回顾一下在今年11月份跟11月份的时候 我们发现整个汽车板块的销售非常好 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由于政府在这 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汽车的减税 把汽车消费税从10%降到了5% 然后这就很好的刺激整个汽车的行业的销售跟生产 然后这种减税措施呢 我们预计明年政府可能会推行更多的减税措施 比如说汽车的下乡 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消费方面的一些减税行为 这整个整体来讲呢是会有对整个消费行业会有比较好的利好 然后呢就说另一方面的话就我们也觉得整个经济的话 在2016年的话当我们在我们整体不是特别看好整个旧经济的行业 但是呢在旧经济里面一些比较龙头性的行业 我们仍然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因为在我们整个去存货去杠杆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整个整个行业的龙头行业它有可能得到加强 而且这种加强呢可能反映到未来几年之内的盈利会持续改善 就是这个可能把别人吃掉了这些大的龙头的国企 我还是任您看好的一个板块 那您刚刚也说到那个明年的这个股市可能是受到两点因素的制约 其中一点您是认为这个估值可能还是比较偏高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点位还是处于这个3000多点 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点位呢 对我们上证指数呢最近一直维持在3500点左右 然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觉得应该属于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 我个人认为整个股市的就是如果在2016年的话股指上证中指的话 应该维持在3000点到3500点之间整档 然后这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区间呢是我们应该说是监管者跟投资者 投资者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区间 但是呢如果从股指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的股指的PE值呢达到了19 然后这跟香港的PE值是9左右 然后美国S&P的PE值是18多一点 也就是我们的PE值都是明显比 就是说比港股的PE值高很多 另一方面的话如果我们具体细化到各种不同的板块 我们发现所谓的大盘股也就是所谓银行股 还有一些就是证券公司股票 还有一些其他金融公司股票 整个PE值是比10来的低 但是呢其他的小盘股的话 整个PE值可以达到30到50 甚至少数股少数部门的话 整个PE值还可以达到将近100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PE值的PE值来看还是偏高的 但我们这个PE可以这么横着比吗 您应该说到这个港股是只有9倍 但是那个香港市场今年是还下跌了6.8% 就是一个是一个怎么都涨不起来的市场 但是我们A股是可以拿香港市场来做一个参考的吗 因为这个从整体市场规模 还有投资者都是不同的 对我应该这么说 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说可以也不可以 可以的原因是整个香港市场的话 它应该是个比较自由的市场 它完全受到整个市场资金经济基本面的一种影响 然后大陆市场呢 受到整个政府政策的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从经济程度讲的话 整个香港市场是比较符合 符合经济基本面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因为香港市场的话 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 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会有比较多的看空 或者说做空的一种行为 这会体现在香港市场上 所以香港市场呢 它有一定方面也会出现一定的 估值上也会比较低 最后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汇率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加入SDR之后 其实是一个下跌的走势 那当然今天呢 看到这个中间价又继续在下跌了31个点 这也是创出了2011年年中以来的一个最低值 那就汇率来说的话 您的判断是什么 是会不会人民币就会继续这样下跌 那么对经济对于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其实呢 整个汇率的话 目前特别是在81汇改之后呢 整个市场的话突然形成一种共识 也就是说目前的汇率是高估的 在汇改之前的话 大家市场不是很确定 就是汇率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 或者是在 刚好在金钱位置上 那81要汇改之后的话 整个市场突然意识到 整个人民币的在过去 10年的大幅度升值的话 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而且可能并不符合我们的经济不断走低的一个基本面 然后从目前市场的大多数的预测的话 一般是认为整个汇率可能高过5%到10% 然后就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们我比较关心央行的 就是整个汇率政策的一种变动 我们看到在一两个星期前 央行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关于 就是说人民币汇率 可以保持在金钱位置的稳定 然后央行就是用所谓的一栏组货币 来衡量汇率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不盯着美元了 现在是盯着所有的货币 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在2016年美元的加息周期 加息周期开启的情况下 美元持续走高的话 这就意味着人民币对其他货币 就是保持相对比较强势 但是对美元需要出现一定的下滑 这个下滑我觉得 我做了一些估算的话 应该至少人民币对美元 至少扁到6.6 那就是这个今天点位 是在6.49左右 6到6.6 那当然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美元 美国会加息 在明年应该也会持续 当然有人说明年会加到 这个1%左右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强的就只有美元 那其他的货币都是得在下跌 这个情况是在您以前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全球的这个货币政策 这么样一个不平衡的情况 那么它对于中国这个本身 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对 这是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整个国际经济来看的话 可谓是一枝独秀 就是美国经济的付出是比较强劲的 像在欧盟它有自身的问题 然后日本经济也是低迷了 低迷了一二十年 然后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 所以在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下 美元表现比较强劲 应该是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然后这对于整个中国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是费率政策的话 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在整个在过去的话 人民币一直盯住美元 如果说你继续盯住美元的话 你就被动了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需要升值 然后这会极大的损害中国的出口 但另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美元升值的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话 它反而会导致整个资本的外流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好 非常难以平衡的问题 就是促进出口 还是保持资本账户的比较稳定的流动 那到底应该怎么平衡呢 对这应该是我们央行特别苦恼的一个问题 然后整体来看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呢 我们应该集中在基本面 就是我们应该让基本面更加完善起来 当你基本面比较完善的时候 你同时推进比较强有力的结构改革 这时你自然能够让 集中于中长期的资本重新回流到中国 您说基本面的意思是 是说我们中国要自身加强这个消费 加强自身的制造业的情况 而不寄望于出口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不能这么 就是说有这整个经济再平衡呢 就是整个是希望将来能够 国内的内需会强一点 然后外需会少一点 但是呢 我们目前主要着眼的是一种改革 也就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改革 国有企业的改革 整个金融市场的改革 结果在整个经济体的机制 比较完善的时候 呈现或者说比较有福利的时候呢 你自然而然能够吸引更多的FDI流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不需要考虑 或者不需要特别担心 短期的资本的流出 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明年您目前来看 看有没有一些就是 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 非常重大的事件 就是说您现在 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这个预判呢 就是明年的话 我当然我个人比较关注 还是人民币的汇率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我并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央行的人民币的一种 汇率的一种政策 我并不 到底央行是想 让人民币出现一次性的贬值 假如说从现在一直贬到明年一月份 让人民币一次性的贬值到位 贬值5%到10% 还是说央行希望人民币 在今后3到5年 每年保持3%到5的贬值的步伐 所以说明年的话 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话 特别是在现在整个汇率跟股市 它已经出现了一种叫做股汇联动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央行的汇率政策 究竟是一次贬到位还是慢慢贬 对 那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如果说这个对市场的话 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说对比如说对普通机密来讲的话 如果你预设到央行要一次性贬值 人民币会要一次性贬值10%的话 很多人可能就会希望提前换汇 另外方面的话就是这是积民到很多企业呢 它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 它希望把更多的资金转移到国外去 这个对整个资本账户会有很大的冲击 另外感觉慢慢贬好像比较好的一个限制 对慢慢贬的话就是在各国的话 很多国家会希望一种比较比较缓慢的贬值 但是呢一次性贬值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在你大家就是消化这个消息的时候 突然给你一次性贬值 到时等贬完之后的话 你已经就是已经不会 已经无人无利了就是 嗯明白 那就看我们央行去怎么样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今天非常感谢陈先生为我们带来 关于今年经济的总结 以及明年的展望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上海 好谢谢杭瑜 接下来我们再连线一下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超 也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收盘的东京汇市的外汇动态 张超请 好主持人 亚洲交易时段汇市焦头冷淡 美元指数依旧徘徊在酒吧关口上方 受到昨夜美元多头的拉伸 非美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踩 英镑对美元下滑到1.4830附近 商品货币方面 澳元持续坚挺 逐步逼近0.73关口 原油的上涨也是继续助推家园 美元内的家园目前在1.3840附近 逐身 好谢谢张超 那么我们休息会之后 请继续关注市场零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